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以为这几个铁骑士 夜妈妈出动 是去哪个荒山野嶺飞车 其实他们是一群马路天使 赶着去做义工 Ricky和另外七位车友 今年年初组成了义骑行动 召集一群电单车车友 一起拿着电单车做义工 在香港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们铁电单车的人 都是一些不太好的形象 可能是开快车 或者周围兜来兜去 其实我都想 除了是想将爱和正能量带上去社区之外 其实我们都想把电单车这一件事 寶贴给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都是很有爱心 和很想去帮人 成立几个月 他们已经有多次的行动 在2月,他們獲得一批即將過期的薯片 於是當日立即召集義工 當晚就去了深水埗派給有需要的街坊 參加的朋友又有什麼看法呢? 義工之一的Helen就說有很新的體驗 沒想過駕駛電單車都可以幫到人 還有去一些比較下潮的地區去幫人 我覺得沒有一個很簡單的地方 給我一個很開心的笑容 和歌姐,我也很開心 Ricky又說,平日一有活動 義工都是一夫百姓這樣出來 駕駛電單車的師兄師姐 全部都是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很熱血的 其實我們都想把這些熱血的心態 帶去幫人 可以幫到人 把愛心帶給他們 他們利用尾箱、地台和大背囊 去裝載物資 再分化給不同的弱勢社群 未來就希望團結更多義工 這樣就可以服務更多人了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至於新年